大家好 欢迎来到羊羊说史 历史上很多皇帝都死得很蹊跷 有的皇帝是因为纵于过度而死 有的皇帝因为劳累过度而死 有的被自己儿子杀死 有的皇帝却是死于自尽 但是你听说过国君最为奇葩的司法吗 我们都知道 第一个统一全中国的皇帝 他的名字叫嬴政 说起来我国历史上352位皇帝 包括嬴政自己都要感谢一个人 这个人是一位22岁的小伙子 他是谁呢 他就是秦武王 这个人可了不得 他18岁继承王位 人生大好年华也是刚刚开始的 在《芈月传》中 把这个人刻画成了一个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人物 其实真实的历史中 他是一个令人敬佩的国君 秦武王不仅带兵打仗有一套 在外交方面也见数颇多 为了防止南边的强敌楚国来犯 他就和越国人走得比较近 给越国人不少好处 让他们时常骚扰楚国 但是这个22岁的小伙子 秦武王有一个不良的嗜好 那就是浩武 他自己四肢发达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鸡肉男 没事经常喜欢扛扛顶 结果有一次 在大臣面前炫耀自己的武力 这一次他的表演失败了 这一个顶一下子 砸在了他的脊椎上面 把他砸得吐血三尺 当场暴毙而亡 当时他连老婆孩子都没有 实在没办法 只能让他的弟弟继承王位了 也就是后来的秦昭湘王 秦昭湘王是谁呢 就是秦始皇 他的曾祖父 现在大家明白了吧 不知道大家对这段历史了解多少呢 如果你是一个历史类的大神 欢迎评论 好了 本期就到这 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 欢迎指正 我们下期再见